暗夜中在刺热的警报声之下 美军巴尔克利号驱逐舰发射飞弹拦截伊朗的弹道飞弹 伊朗周二发动的大规模夜袭 200枚飞弹宛如流星雨一样划破昼夜狂吼以色列 吓得民众赶紧躲进避难所 但还是有人忙着抬头看状况 被亲友强行拉进室内躲避 还因为不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响 错了一下 伊朗为了帮珍珠岛领袖纳斯拉勒 报复发动飞弹攻击锁定 这座停有F-35逆宗战机的南部空军基地 德黑兰声称他们成功摧毁两个中队 多达20架F-35战机受损 不过从卫星图来看基地大致完好 仅有一栋建筑屋顶被炸出一个大洞 实际战损尚不明朗 但在台拉维夫却是这个景象 刚从美国飞地台拉维夫的CNN主播说 他在离开机场的路上看到许多大弹坑 军事专家透过飞弹材还分析 伊朗可能使用地对地弹道飞弹流星三行来攻打以色列 因为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相隔伊拉克 叙利亚 约旦和沙烏地阿拉伯 两国直线距离超过1300公里 要从伊朗本土达到以色列 只有射程2000公里的流星三行才办得到 随着局势升温 外界格外关注以色列可能采取什么方式报复 打击伊朗核能设施是其中一个选项 但真的炸掉核能设施能够贺阻伊朗的核攻击吗 专家说很难 就连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 美国总统拜登都明确说 他不赞成攻击和设施 但如今伊朗已经加入战局 还不断与以色列隔空交正 整个中东地区距离全面开战 又更进一步了 以色列对伊朗的怒火也烧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以色列外长指控他没有明确谴责伊朗 根本不配踏上以色列的国土宣布禁止他入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走过崎岐山脉地形 以色列地面进攻黎巴嫩过程却没想象轻松 边界处以军派来直升机运送伤兵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地面行动已经有八名士兵阵亡 当中还有许多来自戈兰旅的精锐士兵 黎巴嫩境内有两座主要山脉 分别是中部的黎巴嫩山和东部的安提黎巴嫩山 最高峰索达山海拔3085公尺 相比进攻加萨又是不同等级 以色列不愿侵放真主党 毕竟地面进攻才开始 又在边界处发现真主党地道 藏有各式武器 同一时间CNN记者也在以色列北部 听见爆炸声 现场访问一名拒绝撤离的以色列妇女 尽管她希望以军击退真主党 但还是担心地面上的以军安危 以色列宣称只采取有限的地面进攻 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 状况似乎越来越危险 周四凌晨再遭乙军空袭冒出巨大火光 这次乙军锁定真主党一个卫生单位 酿成至少六死 不远处的废墟中还被人摆放 真主党已故领袖纳斯拉勒的照片 现场有男子特别前往致敬 里巴嫩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6年的战争 真主党发言人现身贝鲁特禁交受访 却拒绝回答敏感的兵力折损问题 他还报喜不报忧 但是上百万黎巴嫩人流离失所 贝鲁特背后还波及一名黎巴嫩知名歌手 他说接到警讯后被迫在凌晨三点 带着小孩逃命 没想到才走到不远处十字路口 就听见爆炸声 同个地区还有居民指控 以色列士胡乱轰炸 以色列在加萨战线的行动也还没停止 再度锁定甘尤尼斯地区炮轰 巴勒斯坦卫生部指控已军周三的攻击 造成至少90人死亡 敏感时间 叙利亚大马士格也遭遇攻击 飘散浓烟 叙利亚官媒指控 以色列是幕后黑手 珍珠党和以色列大打出手 黎巴嫩政府却只能干凳眼 不过黎巴嫩外长透露 珍珠党领袖死前曾经同意停火 路透社也报道 珍珠党领袖预期前 接获伊朗最高领袖的警告 要他赶紧逃命 担忧珍珠党高层已被渗透 只是这个警告 为11万 以色列消灭大半 珍珠党领袖干部 要东升再起 恐怕难上加难 铁新闻 综合报导 黎巴嫩人 高居 发现了 词物词 电筑